多一些波动 两个国家各自都是在采取试探的态度 看对方能够走得多远 好的 那么在我们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电话之前 我再向您问一个问题 中国这一次看来 尤其是关注美国的华盛顿号航空母舰进入黄海的这个问题 它在反对中国 北京在反对黄海军事演习上数次表态 并且言辞非常激烈 甚至把黄海化为中国的一个核心利益 那么有人说国际观察人士 有人认为这中国企图在黄海画上一条红线 把这片海域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那么您的看法 很明显 美国是从法律角度有权 把他的部队派到国际的领海 那么在这里都要谈到中国的这种敏感程度 在这里就要考虑了 那么中国就问美国 能不能是在美国的海域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呢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很公平的一种看法 当然美国也是有权在这里有自己的看法 来做认为它自己是合法的事情 那所以在这里呢 美国呢就要自己问一下 在这里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好处 进入中国 对于这样的事情呢 美国也不见得曾中能够获取很大的利益 好的 中国言辞很激烈 那么美国的立场 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详细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许波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 是美韩联合军演和东北亚的安全局势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华盛顿智囊机构 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道格拉斯班多先生 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 您可能要先拨108710 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 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七档电视与广播 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到十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的 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 开始接电话 第一位呢是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你好 许波你好 你好 这个班多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天安监事件 这个完全是南朝鲜 它已经有一个原则 因为它依仗它的工业和军事工业 就是平时啊 基本上欺负这个北朝鲜 这武器落后 经常在反正调衅 所以这一次呢 就是北韩的 才报复这个南朝鲜的军舰 这个美国呢 就是在这次是在这个朝鲜问题 这个问题上是火上浇油 当时中国就是说 配合美国 在制裁 北朝鲜这个核武器的问题 和伊朗核武器的问题 是配合美国 但是美国呢 相反呢 把中国一个耳光 把这个韩国母舰派到中国 这个附近啊 药物原位啊 不不中国的反对啊 这个是我认为是非常错误的 这个但是呢 我要感谢 我觉得中国也应该感谢 美国这次派核武 派这个航空母舰 应该就是中国应该加快的 建设航空母舰的这个速度 要赶上这个美国在这个军事上的 这个水平 我的观点说完了 谢谢 好的 湖南张先生 谢谢您的意见 下一位是福建的王先生 福建王先生你好 好 最好这个俄罗斯和日本 美国应该 应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参加军演 如果在军力和这个技术上 优势的情况 就崩溃中国的东海舰队 打开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主 这个口岸 像中国这个社会里 没有外来实力 是永远不可能 自己走为了民主了 好的 不可 好的 谢谢您 福建的王先生 刚才我们两位听众呢 分别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一位呢 觉得美国军演没有道理 另一位觉得美国应该联合甚至日本和俄罗斯 打击中国 您的看法 我觉得日本或者俄罗斯呢 其实并不会有意义要参加这种海军的军演 日本他自己呢 国内还有这种辩论 关于他的这个军队应该有多活跃 这个对于北京来讲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觉得日本不见得会愿意 针对韩国的问题呢 而跟中国作对 我想俄罗斯呢 也是同样的 他们当然都关注朝鲜半岛的这个稳定的问题 当然不见得愿意军事参与 那我觉得对于北韩的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 并不是说有南韩去欺负他们 我觉得 其实南韩呢 并他没有做很多 并没有关闭 开城工业区 那他其实呢 要对付北韩总是很难的 那我觉得美国呢 其实应该和北韩有这种外交的关系 那我也希望中国能够采取更加积极的这种角色 那在这里呢 对于北韩来讲 他对中国是一个问题 对于日本和韩国也是一个问题 但对于美国的问题呢 其实要来小得多 其实美国呢 应该要退后一步 我觉得在这里呢 把航母呢 让他参与到这个军演当中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有助的 因为这个应该是地区的问题 并不是美国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北京呢 应该是要采取一个维护朝鲜半岛 和平稳定的一个主要的主导地位 才对 刚才我们第一位听众呢 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也许这一次 美国航空母舰进入中国近海 会进一步促使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您的看法 至少我看到这个中国的军事的这个项目 其实呢 他们对于舰航母的这个关注呢 并不是那么大 尽管这接下来三五年之内 可能有可能会做 但是他们更大的力量呢 是放在用制造导弹啊 潜艇啊 来能够进攻美国的这个航母 所以他能够吓阻美国来保护自己的这个领土 我觉得这个听众讲的可能也是对 这种军演呢 也许呢 给北京呢 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关注 他就觉得有必要呢 自己要加强自己的军力 要确保美国呢不能在未来从航母上呢来打击中国 好的 建议下这个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 下一位是山东的张先生 山东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我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认为美国在这次在中国假门口的动作实在太大了 美国借口 军演是针对北朝鲜的说法 我认为是完全占不知调的 地球人都知道 北朝鲜绝对没有独立对付美韩联盟的起码的能力 美国在中国假门口进行所谓的针对北朝鲜的军演 完全是自欺其人 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在中国假门口进行具有明显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 再次表示强烈的抗议 好的 我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幼稚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愚蠢的 美国这种愚蠢的做法实际上起到了提弄中国的作用 迫使中国加紧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一大道具能够起码对抗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水平 所以这种做法 尤其我个人感到非常非常不好 因为前一段